所以就是对吧 那种 但是感情是两个人之间那种 不是说一个人喜欢这个人 就跟这个人表白就怎么样 拿个凳子坐那边去 坐下来 我这个人也不怎么会说话 嘴有点背 然后有时候说话就比较直来直去的那种 知道吧 好谢谢家人朋友们 所以说我看我说我们家人朋友们 实际上都都是都是大部分的 都是理解 这个所以有个别可能太失望了 你也不要去往心上去 但是呢以后我们做事情 我再说再次给你们强调一下 对不对 说话做事 一个是不要急 是吧 我这个脾气算比较很急的了 你们有的时候你们两个比我还要急 是不是 尤其是不能够再说一些伤感情的一些话 这是特别要注意特别要注意的 对吧 我我在这么这么这么多久 我我没有让你们什么 你们犯了再大的什么措施什么之类的 没有说让你们滚了什么之类的吧 没说过这句话吧 对不对 越是我们亲近的人 是吧 说话呢 可能有的时候要多更注意一下 我们很多很多会犯一些错误 就越亲近 就是觉得我说什么你都可以原谅我 说什么你都可以包容我 这个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打一把正人家来家里面打一把正人家 谢谢家人朋友们的支持啊 谢谢家人朋友们 对 谈谈呢 确实也不错啊 我们昨天 基本上也 也算是 了了我的一个心愿了吧 就是我们就退而求其次 两个一个心愿了 当然就是具体的可能要等后面 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啊 合适的机会 你们本来就这种关系啊 对不对 他一直把你大爸爸一样的 对啊 所以说你 所以说你们以后更是要注意啊 不管是怎么样啊 当然阿伟呢 你你你后面呢 是吧 有些公司的有些事情方面来讲 我看昨天谈谈说要准备什么专案 公司股份这些来讲 你就不要顶着他的话去说了 好不好 公司合作公司是吧 对 呃 反正可能就是谈谈因为可能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反正你该该单的一些事情就多单一下 啊 我现在也去帮帮忙是吧 就有些公司的事情呢 你们该一起去做一下 就让谈谈去放松一下 好不好 是吧 所以我们合作的公司那个公司 现在再说吧 我也不太我也不太想做了 哎呀 你们都不想做我来做好不好 一个二个感觉不要不要在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不要冲动去决定问题 就冲动去决定问题 一定是往往都是错的 好不好 都冷静一下 都冷静一下 不守卫的 好 没有一个坏人 也没有一个好人 知道吧 啊 就是说怎么说呢 可能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每个人的站的角度去想的不一样 知道吧 可能他也有他的道理 他也有他的那种 所以说呢 没有一个好 没有一个坏 都是一样的 家人们 我觉得相互理解吧 相互包容吧 就是各方面可能各有各的道理 各有各的那种 没有一个是像白纸一样的白 没有一个是像黑 黑乔乔 那个天上飞的 那个黑黑色一样 黑的 没有这样的 这个人无完人 这个很正常啊 我们每个人在你在这么那个 他总是处理事情啊 说话这些可能都会存在一些问题 是吧 所以说我也没有过多的去责怪你 是吧 但是呢 这个就是说我们知道自己存在什么问题了 那么我们就去 去慢慢的就要去 尝试着 对不对 或者说我们在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 注意去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 就跟我刚才说了一样 是吧 以后说话 做事 那包括我们工作安排时间安排这些 对不对 都都 注意一下 说你 你把你身上的缺点没 改掉一点 那你就往这个完美的方向去 更进一步 但是没有谁能够做到完美的 这个世界没有谁做到完美的 没有谁是吧 没有谁是实确实美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是我们特别要注意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多听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是吧 多听人家意见 建议 我们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 或者说相对来讲 更好的一个方式 好了 谢谢家人朋友们 就因为这件事情啊 我们虽然说没有实权实美 对吧 就是没有实权实美的人 或者说也没有实权实美的事 但是呢 实权实美呢 是我们应该说每个人每个家庭啊 都渴望的一个那个啊 呃 所以说呢 呃 我们家人朋友们 我们一起打一个实权实美 好不好 啊 祝福我们的生活啊 变得更加美好 好不好 来一波 哈哈哈哈 我爸爸能干啊 这个肯定吗 他好 谢谢 董事长嘛 谢谢 谢谢 谢谢家人朋友们 哎呀 所以说我们总体来讲 我们家人朋友们 都是都是那个的啊 都是呃 比较给力的 是吧 当然有个别 我刚才说了 有个别的 还是确实有点失望 啊 这个有要理解 哇 那么我们尽量呢 就去呃 以后 不只得起困 不要去怪 不知不知道情况 反正我们以后做 反正做好我们自己的事 是吧 有误会 有的我们慢慢慢慢 他们会看清楚的 好不好 不要去 你也不要去 过度去解释某些事情了 这个也不理怪他们 这个是吧 二位也有 好谢谢 对没有 但是我们希望啊 我们 呃 对好的 谢谢 谢谢 家人们我会全力以赴的 加油做成 哎呀 喜欢的样子 好吧 啊 对 做不到的 也也理解一下 好吧 呃 嗯 反正 我是个坏人 也没事吧 知道吧 什么叫美心 坏人也没事 你 不能理解 你要尽量做得更好 对吧 尽量做得更好 你不能说啊 有个别他的不理解 我的那个这个这个正常的 你不能不能渴望每一个都都会理解 包容我的这些 这个很正常的 好谢谢啊 谢谢教育朋友们 呃 也不会也我也不会去说太多了 这这些过去的事不说了 知道吧 反正你们怎么看 你们觉得我是个坏人 就是坏人吧 我也没办法 就是 有些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给大家讲 知道吧 能理解就理解 不能理解我也没办法了 因为 很多都信 对吧 我也不想去 就像刚才我老爸说的 呀对与错 慢慢的都会看齐 不一定要去说 解释太多 知道吗 没有意义 知道吧 因为反正反正走有一个人是坏的 那我来当这个坏人就行了 知道吧 无所谓 反正呃 我呃 有些粉丝可能讨厌我 然后取关我也无所谓 知道吧 我粉丝多一点嘛 对不对 你看像这些阿子啊 还有易老板 还有阿姨墨啊 还有坦塔 还有等等之类的 对吧 那么都是我来做这个坏人 但是没有关系 知道吧 我粉丝都取过一个一两万个粉丝也没有问题 对吧 还有二十几万 他们粉丝少吗 他们 他们如果说要是坏了的话 那他们就几万粉丝取过了就没有了 知道吧 不要简单说这些了 这个没有什么对与错啊 我们说这个没有什么 他都对与错 没事 就是说我们 你们想骂我的就骂我就行了 如果觉得我做的不好就就好 那个我呃 家人朋友们啊 呃 马上还有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啊 而家人们的这个 都在忙一些年 可能都在做一些年夜饭的准备了啊 有的 哈哈 我们我们今天晚上就就回去了 那明天不是公司就放假了吗 对啊 对啊 那我走 那个那个那个怎么回事啊 那个就是 呃 就跟家人们准备了这个 呃 还有很多员工多几天都在跟我发发消息 我就我说今天 你说的是什么吗 我我自己的一直在忙 你就是之前我们两个说的就年前给斐斯卖 给给给给我们的那个 好 就是那个真产品吗 嗯 不是的 我真的我觉得好奇怪 我们你你去藏库看了没有 没有 藏库现在是没有对吧 嗯 那我跟那个王进来打个电话 呃 那个 那个 老伟啊 嗯 呃 我觉得 我们还是 你还是跟唐唐连一下 是吧 你刚才该有些说的话 因为我说了 我未来的 我们 你们还是兄弟姐妹 是吧 嗯 所以说还是 唐唐有在直播间的话给我连个卖吗 有没有在直播间 晚上好 啊 唐唐 哎 祝货晚上好 哎 晚上好 晚上好 吴总晚上好 嗯好 啊 那天 那那天的话 那天啊 呃 就是咱们两个说一下 就是那天那个事 好吧 啊 你说 那天 那天的话 确实 呃 粉丝们也都在骂我 然后我的话 就是你也知道我的性格也是比 比较直的 嗯 然后 我也性格也冲动了一下 然后对你说话也有点重 所以呢 今天就是跟你脸下麦我希望的就是呃给你道个歉 知道吧 然后就我们两个对吧 你一直以来也都是呃很好的朋友 然后呢 我们我们你家和我家包括你爸我爸他们的关系也比较好 我也不想失去你这个好姐姐知道吧 然后我也就是我没认识那么多年我 我也一直帮你当姐姐 然后呢 呃 然后呃也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些呃 不管是事业方面也好 不管是就是现实做也好 就是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嗯 就是对我的好 我也特别感谢 这些的话我也会有也记在心里面 然后呢呃呃呃就是说呃呃 确实那天真的不好意思 就是我那天的话这两天我也想了想了一下 我确实也确实也说话有点重 知道吧 然后确实很抱歉跟你说是对不起 嗯 嗯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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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希望你能原谅我然后呢就是我希望我们兄妹之间呃还是还是像原来一样的一辈子的兄妹呃我不希望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反而大家心里面呃就是有有不舒服的那种知道吧 嗯嗯好的没事的对了没关系的你说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明天回去明天就回去是吧 嗯要不一起一起吃个饭吧一起对对一起吃个饭 说五个小河你们一起吃个饭了 这一天都没看到你们几个 那个是那个小五个阿伟那个可能来不及了我明天一大早就走了然后吃饭的话可能时间上面就就来不及了 你明天几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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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机票呢几点买了没有 嗯一大早一大早就走了早上就走是吧 嗯那我送你一下吧我送你到机场去吧 呃那个唐唐 哎唐唐唐我说嘛你如果呃你呃呃定的是6号走那我就一定来送送你啊 哎呀别送了叔叔太辛苦了那个这个应该的嘛我来送了没有啊 对让阿伯去送送你啊我送我送你 对你真不用真不用 对我觉得已经那个 阿伯很多是吧呃他来送是应该的是吧 呃这个刚才也都说了啊呃反正 对对对你早上几点就就走啊 一大早七八点我就走了谁都别送了真的叔叔那个我已经订了车了 然后找个车直接把我送去机场就别走回头路了 呃没事嘛方便的话我收一下你我希望呢就是说呃 那天我说话对你有点皱但是也不要发在心上知道吧不要发在心上我希望 就大家一辈子的好兄妹知道吧就是嗯还是按原来那种关系 要的不我不希望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大家心里面有格局 格合知道吧所以希望你多多理解多多包容一下你理解一下弟弟 我有时候有点你知道的性格有点冲动 现在唐档是很那个的唐档是很懂事的 嗯应该说我想他不会过多的去呃 买月样子写的放心这一点我是理解我也了解唐档的 是吧唐档嗯是的哈哈哈唐档你就让阿伟送一下你呗 我觉得因为阿伟他这几天也没有休息好他自己这个他也跟我说 然后说这个说话确实是重了然后呢他说你也知道嘛 他性子比较那个呃赵嘛然后呢他突然想哎呀这个一他就想起来 他可能就是随口就说了但是他说了你是他真的是心心里的一个依靠吧 你每次他有难事的时候就来帮他然后其实他也很早之前就把你对不对 懂不懂 嗯我听懂了听懂了好的我听我听懂了那个没事啊 家人们就是呃我我说了不管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就是这个是不会改变的对不对阿伟 就我们怎么样都是一家人所以说家人们也不要就是 嗯就是太太太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了没关系的 嗯嗯其实我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去调整 我不知道呃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给我一点点时间 然后调整好了我们还是会像过去一样好的 嗯嗯没有公司给你准备了一些东西到时候我跟你我送送到送到你住的地方啊 哎呀不用了这是我们的心意吗你不能拒绝呀 好不好啊 嗯行行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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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啊那个就是说 你呃你也不要发在心上啊就是那天我确实说话我我自己后面我我我就是我醒了之后我就想了一下我确实说话有点重 呃真的我我我真的心里面很过意不去的 所以希望你多多理解啊 现在我冷静下来了我也想想通了 我觉得也是我的不对啊 确实对不起真的 然后呃就是我希望呢就是我们兄妹之间 嗯嗯我希望还是像原来一样就是很好的兄妹啊 啊因为你也知道我跟安子的这些事啊 嗯我现在也没有走出来 嗯我也不希望就是说把这些情绪带到你的身上 如果那天我也就是说冲突呢去接受你的表白的话 可能下来也会对你一些负责任号责等等之类 因为我自己也感觉我自己没有走出来 所以呃就是我我我希望呢你也多多理解一下 好吧嗯好的好的没问题 啊我我我希望就是咱们兄妹一辈子 好吧嗯行好的没问题 嗯然后你明天回去的话我送你一下吧好吧 你那个呃阿伟那个真的确实太早了 然后你起来的话可能太辛苦了真的不用 然后叔叔也不用送我的 因为明天早上 我觉得不管多走阿伯都可以送一下的吧 嗯嗯然后那个不用不用咱们就不用这么客气了 都是一家人嘛这不用这么客气了 哈哈好像说的跟永别了似的 哈哈哈哈哪有说这种话不能说啊 对吧送我自己你知道吗 没必要没必要就要了 嗯没事的没事的 没事的然后那个嗯等我那个等我这边 嗯忙完了年后有空的话 大家有空一起去好不好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期待你早一天回来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嗯还有谢谢谢谢那个叔叔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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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的好的 行 那你祝你新年快乐吧 祝你新年快乐 你也要加油 然后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就原谅你 没有没有 爱伟别这样说 你这个人你也知道有时候说话比较直 然后习比较急的那种 那天粉丝们都在骂我 我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结果 然后我就大时期有点急 知道吧 然后就说话就有点那个 你就理解一下吧 好吧 嗯 不过阿伟要把这个性格上面这个东西改一下 这样对你以后的事业也会有更好的发展 对不对 谢谢 我习惯了 可能还不过来了 嗯 还是要改一下 这样的话事业会越来越好 对 有些要改 对吧 嗯 加油啊 加油阿伟 嗯 谢谢唐唐 哈哈哈哈 你也有 送你一路球 好的 那阿伟 吴总 呃 和叔叔 那我先下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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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切多好啊 拜拜 又有一个人 依靠 一个人 一指 孤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变老 爱是吗呢